在我们广西这边每个地方每一年 他都会举行一个旅游文化节 包括我们这边也是一样 我们的文化节就是在我的母校木门小学这边 然后现在也是小天小夜 跟我家弟弟也都在里面读书 等一下他们也会放学了 明天5月13日就是我们这边的 一个旅游文化节的正日子 非常的热闹 希望大家有空的话也可以过来玩一下 然后我们这边的文化节也邀请到我们 我们扣药厂的人来帮忙榨扣药 现在有很多师傅在里面榨扣药了 来 找到 这里就是我小时候玩的最多的一个地方 因为他挨进了我们的牧民小学 然后我们为了举办这个旅游文化节 我们村里有很多老板 你看这边都监证了一些金额 然后我小天爸爸也准备了 100万扣药监证给大家 那边就是扎扣药的一个地方了 明天我们这里大概是600桌酒席 大家如果在附近的话都可以过来玩 这个就是我们广西的客药了 大家可以看这样 一般的话像这种大酒席 基本上就是两斤酒药 两斤多一个分量 这边也有 这边还正在铁也要铁好了 之后我们就开始上足 上蒸笼正好了 之后就坐到明天开酒席了 谁说想吃到我们广西客药的朋友 可以明天一定要记得来我们木铁锅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